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教育阶段 去年年底超过了百分之六十 规模已经距世界第一 应该说量的短板已经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我们正处于人口红利 加速向人才红利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 所以建成教育强国 建成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也需要我们在拔尖创新人才上 在自主培养的能力上发力 这也是满足发展新制生产力 实现中国是现代化对人才需求的关键一招破题之举